在报告商场 创建摇 在报告商场 创建 作品尹尔· Furuk 看了像这样的人 看了像个人 再多来这么吃 又要被老式表演一下 我也比较聪明 就每天家里发生一些比较好的 比较有正能量的事情 我跟我父亲每天跟他讲 比方说我儿子在学校里被老师表扬 因为我父亲的话 我儿子是最关心的 也是最疼爱的 所以的话我希望通过我儿子的一些好的词 给他有一个刺激 希望他们能慢慢的梳醒 因为当时我就一下子觉得懵了 我觉得我父亲的话身体非常好的一个人 后来你看我父亲稍微病情有点 一直的话被转到了ICU骨头 我们一直在ICU门口的话 我们守候了43天 我作为儿子来讲 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内心的一个质责跟愧疚 我跟我父亲的话 平常住在家里 大概车子开过去到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但是可能有过时时间忙 再说工作也在海岛 可能平均一个月一直都不到 去看望父亲 我感觉的话我做儿子很不孝 我没有尽到我做儿子应该做的事情 过多的是考虑了 如何去赚钱也好 如何去让世界有更好的发展也好 因为我在想 今天如果我患病了 我父母的话 他肯定会义无反顾地 将我守护更照 我想想这个应该是最对等的 我决定自己 我母亲包括家里人都比较反对 那么是我老婆你自己 那她说你钱来可以赚 但是父亲来只有一个 我认为你这个东西是作为儿子应该做的 在忙自己事业的当中 你可能把我们自己的孝心 可能慢慢地在淡忘 但是真到出事之后的话 我觉得内疚感 真自责的话 你油然而生 我希望对于我父亲讲的一句话 爸你快点醒来 这个家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